关心到体育的盛事 由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台中市体育总会 所主办的2016台制韩国际女子累球邀请赛 十胖好奇是一连四天的在台中万寿棒球场 太原累球场是正式开打 而今年一共是有来自台湾、日本、韩国一共有9队参赛 而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台中市长林佳龙 也都来到了现场开球 为比赛揭开序幕 也为参赛的选手加油打气 台中市长林佳龙与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共同开球为比赛揭开序幕 由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台中市体育总会主办的 2016台日韩国际女子累球邀请赛 18号起一连四天在台中万寿棒球场 太原累球场正式开打 还有四年的时间 我们台日韩三国也是棒球跟累球运动最兴盛的亚洲国家 那么透过我们现在储备人才在四年后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在奥运的球场上看到我们今天在场杰出的球员 今年比赛共有来自台湾日本以及韩国等九支队伍参赛 与往年不同还特别增加了大学组的比赛 希望透过逐年的经验累积政府更多资源的投入 培养更多的优秀选手 而为了让更多的民众欣赏到比赛台湾加光及大屯有限等地方有限系统台 也将进行现场录影转播 民众可以透过家中有线电视及时欣赏精彩的赛事 也欢迎民众一起到现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记者杨春环台中采访报导